Hello everyone, this is Nash 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關於於懸定理 Law of Cosines的證明一個相當有趣的方法 關於於懸定理的使用呢 即使是對於學物理人來說也是經常出現的 但是我們顯少會去在乎它是怎麼證明出來的 那最近看到一個證明方法呢 它有趣到好像就是小學生拼圖一樣 拼一拼你就可以看出這個於懸定理的結果 由那種幾何關係可以很輕易的看出我們的於懸定理 比方說這個a跟b夾的夾角叫做theta角 那這個theta的對邊c呢 the law of cosines 余懸定理告訴你啊 這個c平方可以寫成了a平再加上b平 接著呢再去減掉2ab的cosine cosine theta 好 這樣的一個余懸定理的結果非常好背 但是顯少有人會知道它確切是怎麼出來的 那分享一個最近我所看到的相當有趣的方法 那據說這個方法好像是編在這個日本的教材裡頭 所以這個日本人很聰明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方法是什麼 首先呢準備好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呢 我們待會呢都要個別的把它的三邊去做放大 而放大的倍率啊 個別會是我們的a c還有b 放大以後呢 你再把這個邊長放大以後的三角形稍微轉一轉 我們就可以拼成如下的藍色紅色以及綠色的這幾個圖形 那我們先看一下藍色的 首先呢我們先把三角形的abc三邊啊都給它放大A倍 我們把它放大A倍 放大A倍以後呢我們再把它轉個角度 至於怎麼轉呢 你看 就是你抓著這個theta 抓著這個圈圈的角度啊 給它呢 掰直了 給它轉直了 那轉直了以後呢theta 然後呢圈圈在這邊 然後叉叉在這下面 所以你現在又把三邊呢同給它放大A倍對不對 那麼這個A現在在上方又乘了一個A 那上面這個邊呢就是你的A平方 目前可以嗎 那因為你已經把它轉過來 所以現在這個B在哪裡 B在這一邊 那A 放大A倍嘛 所以這個編長B呢在這邊就會變成AB 可以 那再來就是這個C了 我們現在把它搬過來C的話在這一邊 但是要放大A倍 所以這邊變成AC OK 第一個藍色三角形就搞定了 那接著我們看到第二個紅色的三角形 一樣我們先把三邊做放大的動作 第一個呢我先把三邊同樣放大了C倍 同樣放大了C倍 我們不妨先把它轉好之後再給它放大C倍 這邊呢要怎麼轉 這邊轉的技巧在於說 你抓的這個三角形 抓的這個三角形 直接呢給它翻上去 直接給它翻上去 翻上去以後呢這個theta就跑到上方了 翻上去以後呢這個theta 跟你的圈圈就對調位置 所以這個圈圈跑到左下角去了 所以一翻上去之後你給它放大C倍嘛對不對 這個斜邊A跑過來它還是A A在給你放大C倍 所以這個邊邊一樣也是AC 所以各位你就可以看到說 在這個重疊的地方 大家的長度都是AC 所以剛好可以match到 對吧 那另外我們再看到這個 因為你給它翻上去 翻上去以後呢 AB就對調位置 所以C跑到下方 C跑到下方 那你就放大C倍 所以這個底邊呢就叫做你的C square 叫做C平方 那再看到這個紅色這邊 因為你已經是翻上去嘛 所以這個邊呢就會是B C對調 所以這個斜邊現在跑到這個右邊 B再給它放大C倍的話 這邊就是你的B C OK這樣第二個三角形也搞定了 那最後我們看第三個三角形 這第三個三角形要怎麼轉呢 這轉的方法就是啊 你現在抓著它整個呢 給它 有一點 因為我自己都要搞混了 OK好 重新來一邊 現在抓著這個三角形 也不要不是怎麼轉 我們現在就是讓它整個翻轉 順時針的翻轉180度 OK嗎 這樣比較好想 順時針的抓著它 給它翻轉180度 翻轉180度 所以這個B就跑到上方去 跑到這一邊 那你又給它同時放大B倍 給它放大B倍 所以在這個綠色上面這個邊邊 上面這個邊邊就變成了B平方 你給它轉180度 轉了180度之後呢 然後這個C就會跑到左邊 左邊同時又再放大B倍 所以就變成B C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這兩個邊邊 都會互相重點 因為我們剛好知道 他們的邊廠想法的相互一樣 那再來最後翻轉完之後呢 最右邊就是A啦 對不對 那A再給它放大B倍 因為我們現在右手邊 這個綠色的三角形 都是要放大B倍 所以在這個邊邊就會是我們AB OK 各位副行長看一下 目前來說呢 你可能還感受不到 余懸定理要怎麼出來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稍微做一些輔助線 這個輔助線就是想辦法讓我這個 藍色 紅色 綠色啊 到最後呢 再畫一些輔助線 變成一個完整的矩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首先呢 我們要一點內錯角的概念 這個角度叫θ 所以內錯角這個也叫做θ 這個角度叫θ 所以內錯角這個也叫做θ角 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呢 我們利用簡單的三角函數的關係後 這個斜邊叫做AB 所以呢 你要找這個底邊的話 這個長度的話 就會是你的AB 再去乘上你的cosθ 那右手邊一樣一樣畫幅如後 這個是θ 我要找底邊 對不對 我要找底邊 它斜邊叫做AB 所以底邊叫做ABcosθ 不曉得這樣子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謎底 看到謎底揭曉了嗎 揭曉了 因為呢 對於這個矩形來說 邊長就叫做A平加上B平 然後我想要求的是C平 對不對 而C平再加上這兩個ABcosθ 就是上面這一整個邊長 所以說我們今天想要求的這個C平法 你就可以直接寫成的是上面這一整個的邊長 叫做A平再去加上B平 然後呢 待會再去減掉啊 能夠把你補足成一個邊長的ABcos Double兩倍 所以減掉兩倍 的ABcosθ 這樣 這樣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不管是在數學課也好 物理課也好 蠻常使用到的余璇定理 關於它是如何呢 好像很簡單很圖像很幾何 然後呢 又很像小學生拼圖法一樣 就可以看出這種邊長之間的關係 而得到那個很神奇的余璇定理 至少我是震撼了蠻久的 所以分享給大家知道說 有這麼樣一個有趣的方法 可以證明余璇定理 The Law of Cosines Thanks for watching and this is Nash